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門徒公義的第七集 2016年2月15日 年初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昨天應該過了很甜蜜的 陳人節 是嗎 Eric 昨天是人一 人一 你忘記了 你真的不行 不是 補花不要緊 補花就可以了 兩夫妻每天都是情人節 當然 今天我們繼續有法政會司的 吳宗聯大律師 Chris在我們 跟我們說的網絡23條 大家好 今天過了新枕頭 真是可以堅說一些 爆絲事 Chris 想問一問 在過去兩個幾月 我們在不同的場合都看到你 一些社會場合 一些教會場合 說到網絡23條 都看到你以法律界的人士的身份去說 其實 為什麼你們法政會司 是非常關注這個議題呢 其實法政會司 我們很多社會的議題 我們都關注的 在我們 組織裡面 雖然我們不是說一個大的組織 但其實我們都有很多 好像一些 興趣小組 在各自不同的範疇 有些成員可以自己選擇 有些是對於網絡的自由特別關心的 有些是對於警權特別關心的 有些是對於平權特別關心的 即不同的議題 我們就讓一些成員 自己自由參與 在裡面他們參與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就那個議題 那個範疇裡面 一些比較熱門的一些 或者他們預計 是 接下來有機會 是會去到公眾的視線的一些議題 是作出一些研究的 主要是在法律上的發展各方面 其實在去年的6月 法政會司 已經 就這個 現在所謂的網絡23條 即是這個 版權條例 修訂條例草案 其實我們當時 都已經有個意見書 發表了 只不過 因為立法會 其實當時未擺到議程 直到年底才開始討論 變成好像我們早了一點 其實就這些例子 包括現在其實有些議題 是未正式去到一個 很熱烈討論的一個地步 其實我們都在這方面 做了很多的研究 變成到時有什麼事情 這些當然 拿出來大家談的時候 我們很快就有份報告去拿出來 當然也要因應當時的實際情形 可能會有更快的修改 所以你說法政會司 其實我們都有一段時間 關注這個議題 只不過直到去年 真真正正的立法會 準備開始去辯論了 我們就在這方面的參議會 會比較多 當然我們有些友好的團體 我們都不敢居公 我們其實在這方面 做了一部分的工作 反而見到在前線 譬如說 見到鍵盤戰線 二次創作 關注組 很多這些民間的團體 其實在這方面都做得很好 你可以說 今次你看到整個立法會裡面 整個變量性的過程裡面 都看到這些民間團體的影子 都看到他們在前線 在做很多事情 去支援相關的討論 都是我們非常欣賞的 雖然大家 在某些觀點和意見 未必是完全一樣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Chris 在十二月頭 鍵盤戰線在旺角那次的記者會 看到的 當日都下雨 大家都冒著雨出來 看到他上台 代表他的團體發言 然後在過去兩個多月 都出席過不同的講座場合 和一些可能立場不同的人 虧見崇昌 想問一下Chris 在這麼多次這些場合當中 有哪次的經歷 你會比較深刻難忘一點的呢 我想其實哪次的場合 你都在那裡 就是我們剛剛在 哪次呢 我兩次都看到你 是呀 就是剛剛這次我們在尖沙咀 尖沙咀那次 是的 那次的 孫道會希伯龍堂 搞那個的講座 沒錯 因為印象深刻 我想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鄧先生有一位 代表版權持有人 這位鄧先生 其實他前後都出現了兩次 但是我也是很欣賞 就是他願意走出來 直接接受一些跟他意見不同的朋友的一些 所謂的挑戰 你可以說 在一些所謂的辯論 這些我覺得都是挺好的 因為坦白說 我們都留意到一些民間團體 當他們想找一些業界的代表去做一些 真的以講道理 大家各自陳述自己的理據去辯論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這是我印象深刻的 但是為什麼那次特別深刻一點呢 是因為其實就這個議題 其實去到上次我們討論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有一個多兩個月的時間 可以說大家就這個議題 很多方面都已經是 認知或者了解的程度都比較多 也有很多立場 可以說在那裡 大家可以就某一個特定的立場 可以有很多的資料 很多的理據可以拿出來辯論 所以那次的辯論 其實我覺得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大家都暢所欲言 也有很充足的準備功夫 也看到台下的觀眾 其實也有很熱烈的一個反應 這個我印象是挺深刻的 Chris果然是一個大律師 講說話還是經過修飾的 我就沒有什麼修飾 那次的氣氛 簡直是蝕見崇昌 無論台上和台下 我相信那個珍琳也是挺大的 因為那天其實我也是有在場 整個過程都有看著 以及會有發言 我覺得經過兩個月 很多事情 其實經過了大家這兩個月的了解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 不是一個誤會 鄧先生給我一個印象 就是他說 我一來是希望能夠呈現 大家的誤解 對於這個條例 我會發覺 我沒有誤解 似乎誤解那個人是你 不過我們門徒媒體 都在Facebook 都會有做一些報道 讀者都想清楚那次 整個講座發生什麼事 都可以看回我們的 我也要先看回 其實宣導會希伯林堂 在他的網頁 直接把整個錄音放上去 讀者都想聽聽 究竟誰是誰非 又有時間 兩個小時 聽完整個講座 都歡迎可以回到他們的網站 在我們門徒媒體的Fansplay 可以去聽 對於經過前線校後 大概兩個多月的 所謂激烈一點的抗爭 其實也不太激烈 集會發表意見 都未到佔領馬路 政府仍然看來 無論如何都要通過這條法例 作為前線的參與者 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是否未夠盡力 所以政府仍然不肯聽我們的意見 其實我想大家盡力 但其實也不一定代表政府會接受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整個雨傘運動 告訴我們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想大家也不需要失望 可以說某程度上 大家已經可以預期到 政府無論是 今次我們說的網絡23條 甚至很多其他的 一些我們民生很關注的議題 政府似乎都不打算做任何的讓步 很多時候他們都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們一旦有一個立場 他們就會以各種 或者甚至有道理 或者是沒有道理的方式 去圍護他們自己的立場 而是不打算有任何的空間 跟民間那邊去討論的 這是最困難的 因為當你一開始 我就已經有一個既定的立場 而我是絕對 由於各種原因 我不會在這個立場上 做任何的讓步的話 其實任何的談判都是屠然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香港 我們是沒有民主的 我們沒有辦法最後 以一個 即是將這些人 即是將他們 將他們踢走 正正因為這樣 他們更加不需要聽你說的 所以我們大家 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 一方面我們不要放棄 繼續去爭取我們覺得對的事 但另一方面 我們都不要失望 也都要了解到 就是說 現在的制度 是注定了 是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所以長遠來說 我們都要在制度上去爭取 即是那是一個終極的目標 就是香港始終都是說 一定要有一個普選 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才有機會 使得那些所謂在掌握權力的人 會聽我們 願意跟我們去討論 或者談判 現在不會的 因為始終他們的力量 是大於我們很多 像2003年一樣 100萬人上街 這些場面 我想第一 不是那麼容易再出現 第二 就算再出現 可能他們都不會再養步 這個很贊成 就算今天再有50萬人上街 都應該沒有一個 好像當年的效果 因為經歷過前年年底 是戰領 接近100天的戰領 還的時候 政府是覺得 都已經看得穿你們的底牌 你們最大的都是搞戰領 所以真的 在最近這幾個月 你看到過去那一年 在很多事件上 政府是不願意讓步的 23條 他不願意讓步 甚至李國璋 那些師生都很反對 委任他做這個 下委會主席都照樣去委任 甚至港主澳大橋 或者高鐵那些追加撲款等等 我是要過就過了 的確這個短期來說 真的是一個困局 長遠我們都希望能夠 改變到制度 能夠是有一些的出路 真的是一個人的參與 不要放棄 因為我們 就算不可以 最終來講 改變到他們的做法 但我們已經是 增加了他們的成本 令到他們 就算他們是 會堅持自己 那個 我們認為是 很適合的立場 但其實他們都要 將這些成本算下去 所以為什麼 今次我們看到 整個非建制的議員 是加入了去拉布 這個策略裡面 其實就是 某程度上看到 當然民意很重要 但也看到 我們的議會裡面 那個文化 那個策略性 其實開始在變化 而用透過不同的方式 真真正正令到政府 他要知道 可能會透過一些 增加成本的形式 令到他們的施政上的難度 會增加了很多 好 關於網絡23條 議會或者拉布的策略 出路等等 我們在第二節 就繼續講 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